不安防 祝教程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敬拜 再次把自己献上危机 逃你心 献上自己危机 完全相互于你 以火熊熊来奔上 恩格和后世一起 迈开振战步伐 道具几度尽情 抵抗我们为华冠 以我们为清兵 让我们从前 大胃倒塌的丈夫 我们心来赌注其中的婆婆 从修毁坏的祈祷 是防备路的灵魂 愿你荣耀地活路降临 献上自己危机 献上自己危机 完全相互于你 完全相互于你 灵魂熊熊来奔上 恩格和后世一起 迈开振战步伐 迈开振战步伐 高级几度尽情 高级几度尽情 你很高级净 你感我们为华冠 以我们为金兵 让我们从前 大胃倒塌的丈夫 我们心来赌注其中的婆婆 从修毁坏的祈祷 是庞悲露的灵魂 愿意荣耀的佛度 降临的我们 让我们从前 大为高踏的藏骨 我们起来独注 其中的破口 重修为坏的祭坛 是庞悲露的灵魂 愿意荣耀的佛度 降临的我们 让我们从前 大为高踏的藏骨 我们起来独注 其中的破口 重修为坏的祭坛 是庞悲露的灵魂 愿意荣耀的佛度 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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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来祷告 哈零路亚 让我们再次用我们的祷告 沉迷在我们神面前 哈零路亚 让神的力交代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用赞美静麦来到神的面前 恢复 恢复神 佛主要祷告大位祷告他的帐幕 让赞美再次充满神的便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祢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祢 佛主啊 祈祷愿祢的灵活再次门上我们 祝愿祢的灵活再次门上我们 主啊 让我们在祂是祢 有我们的能力 恩高财干 继续为主奔跑 继续为主摆上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祢 荣耀送到为祢的佛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耶稣基督 让我们再次把自己献上为祭 主啊 无论到哪里 我们都要献上赞美的祭 主啊 这是神祢给孩子们的教导 主 无论我们到哪里 我们都要献上为祭 谢谢主 主祢愿告我们 主 早晨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送赞归给祢的时候 主 我们献上嘴唇的祭 主啊 愿意 主啊 透过我们献上的祭 使祢得荣耀 使祢得称赞 谢谢耶稣基督 荣耀送赞归给祢 往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感谢神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 这是一个蒙恩的时刻 因为你我的中间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主题 是叫做主谈的人生 自从人类离开了伊甸园以后 其实在伊甸园里头 人不需要主谈 为什么呢 因为人 亚当夏娃 可以随时享受上帝同在的那种美好跟甘甜 但是因为人离开了伊甸园以后 神就不再与人同在 在那个时候人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渴慕 就是神啊 我想要跟你说话 神啊 我想要跟你沟通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 亚当夏娃他们的两个孩子 该隐跟亚伯 他们这两个常常听到他的父母亲讲到 在伊甸园里头是怎么样跟上帝同行 怎么样跟上帝谈话 我相信他们里头非常的渴慕 以至于他们有一种渴望 就是他们也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跟神沟通 能够跟神来分享 所以他们就会献祭 只不过 该隐他献上的是田里头的出产 但是亚伯献上的他是自己所牧羊的羊 当然我们知道那个结果 上帝怨纳了亚伯的 他没有怨纳该隐的 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宗人类的谋杀案发生了 该隐把亚伯给杀了 而且他以为这个事情不晓得 但是没有想到上帝不太临到他 而且上帝就把他赶足出去 所以从那个以后 虽然亚当夏娃他们继续有后代 有赛特有以挪式一直下去 那后面还有一个相当近前的以挪 但是我们在圣经里头 我们就不再看见人类在那个时候 向上帝献上任何的祭物了 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 因为前面的这个该隐的事件 让他们害怕来到上帝的面前 当然更重要的可能是下面的原因 就是人忙于建立自己生活的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人要按照自己的智慧和聪明 重新建立他们的一个 他们觉得他们美好的环境 所以在那个时候 人类无暇来到上帝的面前 寻求神的面 因为人不再寻求神 所以人就逐渐的败坏 败坏到一个地步 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里头 我们看见耶和华见人在地上 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净都是恶 所以他就让 神就让洪水进来 就把那个世界以及其上的人 全部都除灭了 只留了挪亚一家八口的人 他们造了方舟 在那个过程的里头 当洪水来了 整个地被淹没了 挪亚他的一家 包括他们所召聚来的这些活物 一对对的进到方舟里头 他们在方舟里头度过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有一整年的时间 你可以想象 当挪亚的一家从方舟上面下来 面对一片的荒芜 面对那个世界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陌生 除了野兽 他们所船里头出来的 方舟里头出来的 这些活物 这些动物以外 看不到一个人影 你想他们会不会很惧怕 你想他们会不会非常的彷徨 你会不会想他们 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们第一个要做的 并不是去建立一个房子 一个可以躲栽躲雨的一个家 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租了坛 挪亚就在那个机会的里头 他就租坛 而且在其上献祭 在圣经里头 我们就看见上帝闻到那个清香之气 然后心里就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来咒诅地 所以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在圣经里头 在创世纪第八章里头所提到的 紧接下来 上帝就对挪亚就给他这样子的应许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当我们里面渴慕神 挪亚在那个时候 他不知道他的未来 他不知道这个地上将 将来要碰到什么样子的事情 他非常怕得罪神 为什么呢 他知道神愤怒底下的那个结果 是人没有办法承担的 在那个时候他非常渴望跟上帝 恢复这么一个美好的关系 所以他就足坛 弟兄姊妹 感谢神 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而且从圣经里头我们看见 每一个坛其实都是预备 预表那个将来要来的耶稣 那现在耶稣已经来了 他来到我们的当中 耶稣他 他是那个最美好的祭坛 他是那个最美好的祭物 他也是那个最大的祭司 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一切 我们现在 我们不需要继续的要牺牲 要放这些牛啊羊啊仔啊 这些鸽子啊这些要放在坛上 对不起应该说是班鸠等等的 我们不再需要献这种祭物 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透过耶稣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就就是在那边献祭 我们就在那个时候 我们向着神有祷告 我们向着神有那种赞美 我们向着神有那种愿意 渴慕祂亲近祂的心 无论是一个人也好 或者是我们有两三个人在一起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祖坛 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献上了 我们的以我们的口 我们口中的这些言语 是做我们的祭物 这些都是上帝所悦纳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些 就是当我们献上为祭的时候 神的儿女我们会得到什么样子的祝福呢 我们要从第九章 《创世纪》第九章 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 那是上帝 没有他没有经过 经过挪亚跟他商量说 我下面要做这些事情 要因为你献祭我非常的快乐 所以好不好 你要达到某种标准 我就会祝福你 不是的 当人一献祭以后 神的心满足了以后呢 上帝就会把这样子的祝福 放在我们的当中 同样的 今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献上任何的这些祭 你我是一个活祭 我们口中的也是一个祭 我们所献上的任何的财物 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行善 我们去捐书 这也都是最美好的祭 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上帝说我要祝福你 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第九章 我们就看见这些祝福有哪些祝福呢 我很快地说 第一个 从第二节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比惊恐惧怕你们 他说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要交付你们的手 所以第一个 当我们祖坛 当我们祖坛了以后 我们得着的祝福是我们拥有掌权的能力 Amen 这是非常 我们 我们祖坛的时候 我们是把神的同在迎接下来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治理 我们可以治理大自然 我们可以治理我们家里头的景况 我们可以治理我们国家的光景 我们可以治理我们社区里面的光景 我们可以治理这个城市里头有所有不法的事情 上帝的儿女只要我们祖坛 我们就有这种权柄 我们有掌权的能力 第二个 在第三节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 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书一样 所以第二个是什么 是得着丰足的供应 当我们祖坛献祭的时候 在那边祖坛的时候 上帝他说我要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我们教会里头 我也听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 他们在那边分享 就是他们专心一意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神的时候 上帝往往赐下丰足的供应 没有任何的缺乏 尤其当经济衰退的时候 尤其看见好多神的儿女在这个过程里头 反而得着的祝福比以往更多 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应许 第三个 是得着保护的应许 因为在第五节这里面说 愿赐平安的神 对不起啊 是在第五节 留你们血害你们命的 无论是受是人 我必讨他的罪 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 在这里有一个保护的应许 当我们在那边献祭的时候 上帝说 我不会让你遇见试探 我会救你脱离凶恶 然后最后一个 我们会得着兴盛的保证 第一节跟第七节非常的类似 我就读第七节吧 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 在地上昌盛繁茂 你看 挪亚他一家下来只有八个人 他说 以后这个世界都是我们的了 你觉得这是一个祝福吗 我觉得不是 他们非常的孤单 他们在那个船上 天天你看我 我看你就这八个人 已经看了一年了 他们往下面 还要继续的这样子看下去 但是上帝说 我不会跟以前一样 我会赐福给你们 而且你们要生养众多 在地上 昌盛繁茂 神的儿女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献祭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一个祝福 就是让我们昌盛繁茂 我想一方面是指的我们的自己生的 现在有很多的不孕症的 让我们足坛吧 Amen 让我们足坛吧 当我们足坛的时候 我们教会里面好多弟兄姊妹感谢神 本来好多年都生不出来的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相信神 当他们足坛的时候 上帝就祝福他们 就祝福他们 而且一生就不得了 一个两个三个的这样子 都一直这样生下去 不得了 有昌盛的祝福呢 但是有另外一方面 这个也可以指的是 属灵的后裔 当教会在那边祷告的时候 你就看见 马可楼上一百二十个人 在他们在那边祖坛的时候 在那边祷告神的时候 五旬节来了 神的灵降下来 那一天他们受洗的有三千人 往后面他们是在家中拨饼 在店里面去赞美神 他们得众名的喜爱 你看见 他们在家里头祖坛 他们到了圣殿里头 那也是一个祖坛 那个结果是什么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这是一个昌盛的 弟兄姊妹 我自己本身有一些这种经历 就是我们一些弟兄姊妹 我们同工一起去到不同的社区 我们在不同的学校 我们在那边祖坛 我们在那边边走边祷告的时候 往往就在那个光景的里头 从完全没有工作的 我们就看见上帝带领 有小组出来了 有人归组了 有人自动来到教会的里头 他们说他们想要找到 找到他们生命里头的信仰 的确就是这样 当我们神的儿女在一起祖坛的时候 我们在那边祷告 敬拜神的时候 上帝就会应允我们 我们在地上可以得以昌圣 你的教会 你的小组 都可以得救的人 天天加在我们的当中 好不好 让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说神啊 愿意你赐福在我的身上 让我让我这个人是天天要过一个 祖坛的人生 以至于神的祝福 每一样 这四样每一样都可以临到我们的中间 临到我的家中 临到我们教会的里头 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你 噢耶稣谢谢你 再美耶稣 噢耶稣啊 謝謝你 谢谢你 噢耶稣谢谢你 噢耶稣啊 你赐福在我们的中间 你赐福在我们的中间 让我们产品中间 祝福在我们的中间 是长长的祝坛 我们喜乐的祝坛 以至于我们可以迎接组天的福气 主 我们感谢你 主 谢谢你悦纳我们的祭 主啊 你说我们要将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给你 主啊 你就必喜悦我们的祭 主啊 当我们祖坛的时候 我们转向你 主啊 我们悔改 我们转向你 我们只要你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中 主啊 我们只要来寻求你的面 主啊 所以你就必将一切的这些丰盛 主啊 你将保护的应许给我们 主啊 你就将一切的这些 主啊 丰盛 昌盛的这些应许 赏赐给我们 主啊 这些福分 不管是在我们的家庭 主啊 在我们的这个事业当中 都要看到你的祝福 主啊 充足的临到我们的生命中 主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我们就要为你随时随处的 为你建立祭坛 主啊 能够把这个新香的活祭献上给你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奉主的名祝福 我们中间所有属神的儿女 我们要使我们的家 成为一个祷告的地方 是一个祖坛的地方 Amen 我们要奉主的名祝福我们的教会 每一间教会在清晨的时候 都要成为一个祖坛的地方 Amen 我们要奉主的名祝福我们中间 每一个教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身份 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说 神啊 愿意我的教会成为万民祷告的店 Amen 在教会的里头祖坛的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好不好 奉主的名释放我们众人 让我们可以在 在我们所居住的各个地方 各个城市 在大街小巷的里头 我们都可以祖坛 我们在家中祖坛 我们在教会的里头祖坛 我们在我们社区的里头祖坛 我们可以在我们工作的场所祖坛 让我们所居住的城市 充满了 充满了都是 都是要献给耶和华的那个祭坛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宣告这种光景 临到我们的中间 Amen Oh 耶稣 谢谢你 Hallelujah Oh 耶稣 主啊 让我们就是更多的祖坛 就是让我们更多的来献祭 主啊 让我们去到任何的地方 我们要迎接你的同在 主啊 无论如何 我们就是要看见你奇妙的作为 主耶稣 我们要再次为家庭的祭坛来祷告 主 相信属神的儿女 神的百姓 这个家庭 主啊 要不断的燃烧他们的火 在祭坛当中献上他们自己 主啊 还是相信 主 当每个家庭都在自己的祭坛当中 不断献上的时候 坛上的火就永不熄灭 主啊 坛上的火不熄灭 家庭的祭坛不熄灭 整个教会就必须啊 就必定会熄起 谢谢主 主 我们也特别为教会小主 主啊 来祷告 主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教会 我们有很多的分享 有很多的交通 但是神 主 我们求祢 让我们有更多的祷告 主 让这个祷告的火永远不熄灭 让这个祷告的火不断的传承 偶尔不断的燃烧 主 我们相信 主啊 整个教会 整个小组 因此更多的祷告 火不断的被燃烧 整个教会 神的国度就要再次复兴起来 谢谢耶稣基督 谢谢 Amen 你看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看见耶路撒冷 他就为耶路撒冷祷告 你看见 这些圣徒们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 他们就开始为那个城市来祷告 我真是渴望在我们的中间 让我们不是把那个祭坛 限定在某一个特定的地点 可不可以在公车上面 或者是叫公交车的上面 我们可以在那边祖坛 我们在捷运 在地铁的里头可以祖坛 我们在飞机上面可以祖坛 我们在任何的地方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在那边祖坛 让神的祭坛 不是限定在某一些特定的地点 让基督徒本身就是一个祭坛 我们人到哪里 祭坛就兴起在哪里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看见一个图画 我就是那个祭坛 我到哪里 神的祭坛的火总是不会熄灭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Amen 谢谢耶稣 Amen 主啊 祢要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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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付钱 如果我们就相信 让我们把祭坛不断地给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主心的人 让我这个人本身 就是一个祭坛的店 这个人就是圣灵的店 就是一个祭坛的店 我愿我的生命成为那新乡的祭 是单单献给祢的 Amen 我愿我生命主啊 都是一个美好的祭坛 在地面上 呼召我往哪里去到哪里去 主啊 我就随时的为祢主坛献祭 祂天分上帝特别是为着在这城市里面 主啊 有黑暗权势 笼罩在这边掌权的地方 祂天分上帝恳求祢 祢加给我这样子的勇气 主啊 让我愿意为着用 为着许多许多还未得救的灵魂 祂天分上帝为着这个城市 主啊 我就站立在许许多多的地方 特别是在巷弄里面 主啊 当我感受到主有祢的呼召的时候 主啊 我就勇敢的用祷告 来主坛 来献祭 主啊 将这城市里面的每一个大街小巷 主啊 每一个需要祢的地方 主啊 都求祢来掌权 主啊 都把它交给祢 是的 主 愿祢这样子的听我们的祷告 愿纳我们的祷告 主啊 我们愿这个城市 主啊 祢主权在这里 这个国家的主权在祢 谢谢主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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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重见 让我们重见 那味道祂的帐物 我们一起来赌注 其中的伯格 从修毁坏的祭坛 是黄贝鲁的灵魂 愿意荣耀的活动降临 让我们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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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味道祂的帐物 我们一起来赌注 其中的伯格 从修毁坏的祭坛 是防备路的灵魂 愿意荣耀的国度降临 愿你荣耀的国度教育 愿你荣耀的国度教育